在航浦 每一条街道都隐藏着应人垂涎欲滴的美食秘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食世界 开启不同寻常的味蕾寻宝之旅 踏入这家历史悠久的法式系餐厅 二叔南兄的海派老三样 炸猪排、罗宋汤、橘窝牛 是老科乐记忆中不可缺少的经典美味 而他家的甜点亦是冰糕 更是夏日结束不可错过的清凉滋味 细碎绵密的核桃仁 隐溺在细腻柔滑的奶油冰淇淋中 在淋上艺术感十足的棕色巧克力酱 点缀以哈密瓜装饰 轻敏一口 丝丝甜蜜充斥在唇齿之间 仿佛一阵夏日微风轻轻拂过 来到中华老字号王宝和 菊花对蟹形、蟹粉凝虾卷等 都是老饕们的新头号 百年蟹宴传承创新 道道经典 而这里出品的糟货更是美食归宝 也有一番功夫 使用最原始的香糟 采用古老的制作方法和烹饪工具 把香糟捣碎 再加入花雕酒 最后萃取精华 再经过五六个小时的糟制过程 让食材充分吸收酒糟的香气 一口下肚清爽留香回味无穷 走进存在无数上海人回忆的沈大成 糯米的香气扑鼻而来 调头糕、双酿团等人气海派点心糕团 一直深受人喜爱 在点心之外 他家的虾仁两面黄 更是一道值得品尝的惊喜美味 面条在热油中滋滋作响 直至两面成金黄 散发出碳水救人的香气 新鲜烹制的虾仁 浓郁的汤汁 一口咬下 面条的香脆和虾仁的鲜美在口中浇汁 真是你到哪里呀 如果说清脆碧绿的草头 肥而不腻的红烧肉 共同构筑了味蕾的精酒回味 那干烧鲜鱼则是另一道令人难忘的独特佳肴 茄汁酱与辣椒酱的绝妙搭配 使得酱汁色泽鲜艳而诱人 夹起一块轻轻咬下 鱼肉的鲜嫩与酱汁的浓稠在舌尖完美交融 而酒量的点缀 更是在酸甜的口感中增添了一抹醇香 这个夏天 来黄浦探索记忆里的隐藏美味吧 谢谢大家